拒絕麻木根蟲,堅持聖經公義,這是激進改革派基督徒節目《門徒公義》 警察以樂團契上星期三晚6時半舉行網上報道會 請來升級港元大衛文花城總監吳鎮智牧師擔任港元 他提出史徒行轉第十章,說彼得向羅馬營伯父長哥尼劉傳福音記載 當然是稱讚他,強調哥尼劉是正直的人 首個信主外邦人,又是執法者,多配合警察 對,因為這次報道會很明顯,對象是警察 很明顯是選擇執法者,強調這個福音 首先傳給外邦人,就是執法者 吳鎮智都說,白夫長其實不是警官 白夫長是一個軍官的職位 打仗,不是警察的職位 所以你強行說一個軍人是執法者 其實真的說不通 在古代的時候,軍官又是警察又是公安 那你都說了 強行將這兩者混在一起,其實是一樣的 這個說法是不是很牽強 被人覺得吳鎮智,你硬硬扭 迎合你這次的對象是警察 還有第二個謬誤,他說福音 第一個外邦人送主的就是白夫長 但其實我們看回新約不是這樣記載的 早在耶穌還傳道的時候 耶穌已經是向外邦人傳福音 而且是有人送祂去主 例如馬克福音五章提過 耶穌去到格拉森這個地方 向一個被很多鬼附身的男人 在他身上說了很多鬼附身 沙灘去豬那裡 那些豬衝到懸崖的故事 那個已經是一個外邦人 格拉森是一個外邦人的地方 還有,又是馬克福音七章 說說耶穌醫治了一個希臘女兒 這個又是一個例子 就是一個外邦人 又是送耶穌 那什麼時候輪到哥利劉呢 對不對 我知道他會這樣爭論 可能要算什麼呢 算耶穌,釘到十字架,升天之後 才算傻 但是如果真的這樣 我們再看回使徒行轉的時候 都發覺不是這樣 哈哈哈哈 鬥不到 鬥不到,大哥 真是 使徒行轉八章 阿肥利 不是向那個 埃提亞伯的太監傳福音嗎 那個太監 還馬上送 還馬上受洗 那這個是不是外邦人 請問 這個一定是外邦人 就是啦 鬥不到 阿吳律師 我發覺他經常強調一句說話 聖人都有錯 被人覺得 你這樣說 是不是好像 硬淡化了 你那幫警察的罪行一樣呢 就是說 聖人都有錯 耶穌就很包容 一定會原諒你們犯錯 但是沒有認錯 不用為他們的犯罪而付出代價 我們認識的福音 是要認罪悔改 然後才有搖書 然後才有救恩 不是說 今天你只要相信 耶穌就會包容你的過錯 你就會得到救恩 上天堂 這就不是我們所傳的福音 這只是廉價的幸福音 他整個報道會都完全沒有去指出 罪這件事 那最後缺制祈禱 是怎樣呢 吳振治牧師 帶領的缺制祈禱 他沒有說 你們要認罪悔改 只是說你們願意 就可以接受耶穌做你的救主 但又不需要遠離你過往的惡行 然後你們就可以得到這個救恩 那是不是被人覺得 你說的每一句話都好像是 故意迎合你的對象 這次報道會的對象是警察 就是完全不用認罪悔改 然後你就可以得到這個救恩 那這是什麼福音 我真的沒有聽過 這就很政治正確 因為你不能指出警察是有錯有趣的 你說警察是聖人 但聖人也有錯 不要緊 少少錯 少少瑕疵 耶穌就會包容你們 拒絕麻木根蟲 堅持聖經公義 這個是激進改革派基督徒節目 門徒公義